爱台湾没在嘴团皮店 在云康宾 台湾人不得了解的台湾故事与力素 请听阿正先生一一岁来 阿正先生说台湾 观众朋友 大家平安 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我们千云堡的丹丸 我们上这边有讲到 这个玩具一切一切显格米 另外说厚又漂亮 就放中夫做生理 这两个母亲 女儿两个有共识 口供说 阿姨 我看要利用这些本质 出外来做一个大生理 过来说做起花园有十三次 这就有学问了 这花园是什么意思呢 花园的意思是可以过这些大海园 意思是什么意思 大架准 什么大架准 要做大生理 可以带到这些 都总有多少 都总有十三次 所以花园就是大海园 大海园的意思就是 做大架准 叫做起花园十三次 过来不懂这样而已 不懂做海面的生理 还有等点减油车 另外除了做无益 以外还减资哪里 当店就是当铺 另外开当店 加什么油车 这油车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油车行 就是油车径 以前的这些油 芒果火不是我们这个加油车的油 是我们在吃灰油 豆油 什么土豆油 什么油这种 沙拉油这种 就是说用麻 用豆子 在那里加的 这种叫做油车行 所以我们英空有一个叫车行 其实它的本名叫做油车行 但是这主板要很粗 要很大 所以就这样 高航倒飞机 这要特别解释一个五个 因为我们听到飞机 会说你外面 要去倒到飞机 没错 而且在这里有这个意思 我们一个个来解释一个 高航另外也可以说航高 航高用今天来说 就是开模型的公司 一个组织 开航高就合国的国家 所以在这里的倒飞机的意思是 合主经营的倒飞机 这倒飞机 是这个意思 倒飞机 合主经营的倒飞机 这个高航 这个高 是早期台湾和中国 两个所在 进出口的母 是生理人 是他们同学的生理人 合作会的一个商业组织 用今天来说 差不多理事 什么工会 什么商会那种 所以在这里 我们说高航倒飞机 就是我们组织来开一个航高 开这个模型公司 就合国的国家 这个意思 现在我们在说飞机 是在说 让老板请来做工作的人 叫做飞机 我们今天说倒飞机 有两个意思 一个刚才我说的 就是合主经营的倒飞机 叫做倒飞机 但是我们现在通常 倒飞机 是在说 外头倒定的政府 来 还这样 像天丁 更当 薯酒 买黑石 因为十三下准 所以如果前往中国的天丁 更当 薯酒 定 大度吃 是采果 我们一般都说采钢 采钢 采钢是熟土音 熟音 以前一个音 就是采果 采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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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很多听都没有 所以来说采钢 采钢 采钢是什么呢 买什么呢 高级的食品 黑石 自过以来 自明朝清朝以来 这黑石呢 是非常肯定的采钢 采钢 我们在说什么呢 我们在说采钢 采钢 所以这都是很高级的采钢 采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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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采钢 好 因为时间在关系 咱就现在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以上阿政生在讲台湾 由当方前告示出港 当年有数落 得下收听